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针对比如说拉肚子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 我们更多的是要首先要判断这个拉肚子的原因 狗狗拉肚子呢 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吃东西引起的 就是饮食 饮食最简单的原因就是 比如说吃了不经常吃的东西 不规律饮食 它吃到异物 或者是吃到有刺激性的东西 再一个就是突然的改变饮食 这是从饮食方面来讲 最容易引起腹泻的一个原因 再一个是从饮食以外的一个原因 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受粮 受粮最常见于是在年龄比较小的小狗 比如说断奶以后 然后在这个阶段呢 它的抵抗力比较低一点 而且它因为狗狗都比较喜欢探凉一点的地方 可能不喜欢盖杯子啊 或者不喜欢被这么东西盖着 它不喜欢这样的一个行为 所以就是说它这样的原因的话 它就会出现腹泻的这个情况 另外一种就是疾病性 就是病毒性 或者是说其他原因引起的这种腹泻 在小狗方面比较常见的就是 比如说病毒性的这种维他原 它的主要表现呢 就是剧烈的呕吐 然后偏反的呕吐 然后会伴有 比如腹泻 有的可能又吐又拉 有的是以呕吐为主 有的是以腹泻为主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判断它是 它是因为一时的吃坏东西了 还说是病毒性的 如果它是连着比如说两天 一直持续性的这个症状 没有减少 反而增多了 那可能我们就要重视 重视程度要比它简单的吃坏东西 这样一个情况要更严重 这个时候呢 可能我们就要把它 带到这个专业的这个宠物医院 去做一些基本的一个检查 因为这样才能更好的评估 它是因为吃东西引起的 还是因为这个病毒啊 或者是其他原因 引起的这种腹泻 如果狗狗感染上传染病的话 并没有及时治疗的话 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 所以饲养者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然后多观察它的一些基本的情况 比如说食欲食量 大小便的这样一个情况 近身状态 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下期见